Loreal 新出的唇膏 哈囉大家好我是Bon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滿滿的開架新品的 心得以及試色分享 那後面會有三樣啊 不是近期的新品 但是是我最近買的 然後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所以想說一併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話不多說 趕快來看一下今天的影片吧 第一樣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Loreal新出的唇膏 這支唇膏最近真的是超級火候 然後其實我當初是只買一支 但是後來越用越喜歡 我再多買了兩支 那假如說你們在屈城市跟康市 都買不到你們喜歡的那個顏色的話 就是缺貨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往那個美滑胎去看看 因為像我的話 就是在美滑胎買到我想要的顏色 那接下來呢 我先把這款唇膏 試在我的唇上面給大家看 再跟大家分享心得 這款唇膏的質地啊 非常的滑順 然後保濕又不顯唇 最重要是它的顯色度 飽和度也非常非常的好 那持久度來講的話 算是中上 就是你吃了東西 中間可能會掉一點點 然後再直接補上一層 就可以了 完全不會有卡死皮的問題發生 所以這款唇膏呢 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去試試看 因為我真的超級愛它 我幾乎天天都把這三隻帶在身上 而且呢 只要遇到我朋友 我就說 欸你要不要試試看這個唇膏 真的超好用的 所以身邊已經有很多人 都被我拖去買這個唇膏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一款 ECEL的眼影 那ECEL最近已經 進軍台灣的驅塵室了 但它並不是每一間驅塵室 都有它的櫃點 所以大家可能要找一下下 那我買了這盤眼影的顏色的話呢 是SR03 聽說是裡面最熱銷的顏色吧 它就是有一點橘棕色的感覺 那我覺得它們家眼影的粉質啊 是屬於那種非常細緻綿密 然後又好暈染的眼影 那顯色度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普普 可以看到就是它裡面 會有點細微的亮粉 但是我覺得它的閃度 並不是那種非常明顯的亮粉的閃度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還會再另外 再疊加一些眼影粉 讓我的眼睛更閃一點 假如說你是那種愛好歐美眼影的朋友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這盤眼影太清淡了 所以你可以不用買 但是假如說你是喜歡那種自然清淡 然後又深邃感的眼妝的朋友的話 這一盤我覺得就會還蠻適合你的 所以這盤眼影其實我覺得 一定要親自摸摸看試試看 再決定說要不要買 就是不要衝動購物 每一個人對它會有不同的感覺啦 那其實我對它來講的話 是沒有特別喜歡 也沒有說特別不喜歡 但是假如說是去參加那種很多長輩的聚會的話 我通常都會用這盤眼影 第三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E-Sale他們家的睫毛夾 這款睫毛夾真的是太讓人驚豔了 它在屈臣是有百思用夾 假如說你有看到它的話 務必試試看這款睫毛夾 它主導說它前面這特殊的軟膠墊 它就是可以讓你的睫毛很翹 然後也不會讓你的睫毛 比較不會讓你的睫毛受傷 當初呢我一用告訴大家 真的是嚇到了 因為它就是輕輕的一夾 完全就是不用實力 它就可以夾起來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翹 最重要的是呢 它也是可以那種眼尾跟眼頭 一次性夾好的睫毛夾 我最近用它的頻率呢 勝過於3的睫毛夾 我覺得這款真的是很好用 只是說它這個寬度太大 在化妝包裡面有點占空間 除此之外我覺得沒有什麼缺點 這真的很好用 拜託大家在去城市有看到它的話 一定要試試看看 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款 Integrate新出的染眉膏 其實我個人呢 對於染眉膏沒有太大的要求 就是只要跟我的髮色合 然後是這種大刷頭就可以了 大家就看到 Integrate新出的染眉膏 我就想說試試看好了 發現它的顏色跟我的髮色很合以外呢 就是上色呢也非常的快速 我最重要是它有一個溫水卸除的功能 是功能嗎 就是可以溫水卸除啦 因為我最近其實都是用卸妝水 所以我是卸之前的那個Visera 美膏的話 就要卸比較久 可能要用個三四四才才會乾淨 但是這款呢 大概兩次 就非常非常的乾淨了 所以這款呢 我還蠻喜歡的 我之後可能會再回購 接下來呢 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Marvel的眼影盤 就是Marvel跟LeFait Charly的 好可愛 然後而且它中間的隔板是一個小漫畫 超級有誠意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眼影 就是大概顏色就是這樣子 我等一下會把試色放在這邊好了 那這一盤眼影的粉質啊 我覺得就是非常的普通 好暈染度普通 顯色度普通 細緻的普通 就是通通都是普通 假如說它不是那種Marvel的外觀的話 其實我並不會去買它的 我覺得還比較建議大家去買那個 Answery自主盤的眼影 那個眼影的粉質真的非常的好 我過幾天會拍 但是呢 這一盤眼影裡面呢 這個紅色的 我蠻驚艷的 因為它非常的顯色 然後 也很好暈染 初始之外 我覺得這一盤 真的是一盤 非常普通的眼影 大家 嗯 假如說你不是Marvel迷的話 我覺得其實可以不用買 怎麼感覺好像在滅火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這兩支刷具 那這兩支刷具呢 是Love Square寄給我試用的 首先呢跟大家分享這一支 這一支是粉底刷 它的毛量呢 非常的豐沛紮實 但是上在臉上呢 完全不會有不舒服 不然你是用拍的 還是用推的 通通都可以 那我平常使用這支刷具呢 上面會噴上一點點的保濕噴霧 再去把粉底推開 那會比較好推 那使用這支粉底刷呢 方便 不需要任何的技巧 你就只需要這樣滑動而已 呵呵呵 好像很準 你這樣推推推推 而且它不會有任何的粉痕喔 上中一塊 所以它的面積非常的大 所以很適合彩妝新手 以及呢 每天早上很趕的時間上班 要快速完成底妝的朋友 那第二支呢 是這個多功能刷 它可以拿來當眼下遮瑕啊 或者是你要修容 打亮通通都可以 那我自己是比較習慣 把它拿來當作打亮刷 那我搭配的呢 都是Colourpop的Lunch Money 因為它是膏狀的嘛 我就這樣沾了之後 就可以直接這樣子來做打亮 那總體來講呢 這兩支刷具呢 我怎麼長乖乖的 總體來講呢 這兩支刷具呢 我覺得這次我會更喜歡一點點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一個 1028的超細油蜜粉餅 其實當初我會買它 就是想要湊眠韻而已 沒有太多的想法 那後來我用用具的 還蠻好用的耶 它的設計呢 是輕巧好攜帶的 然後呢 裡面很貼心的 有鏡子跟一個小粉糊 所以你在外面使用它來講的話 很方便 大家看它是膚色 但實際使用在臉上是透明無色的 這款蜜粉餅啊 我通常是帶出門當布妝用 而且我是把它當作 吸油面紙的功能來做使用 因為像我們平常啊 就是可能鼻子出油了 直接上粉的話 擔心會有卡毛孔啊 或是脫皮的狀況發生 但是呢 這一款完全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推薦大家就是可以買來當作補妝 因為它小小的一個 真的非常的方便 接下來的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KEMMAK的遮瑕盤 這一盤遮瑕盤還蠻多彩妝是有用的 那我會買這個呢 也是因為應急 因為那天出門外宿 忘記帶遮瑕 然後我是一個黑眼圈 就是非常重的人 沒有遮瑕膏就會死的那種 那這盤遮瑕盤它還蠻好的 就是說 因為它是有三個顏色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要的顏色 來去做調配 像中間這一個啊 它就是比較偏橘一點 我就可以拿它拿來 就是校正我黑眼圈的顏色 再用前面這個來打亮 所以我覺得它還蠻方便的 雖然說它是膏狀 但是並不會覺得它很難推開 我通常就是沾了嘛 然後直接用我的拇指 這樣輕拍的方式 它就會非常的服貼 遮瑕度也很好 但是現在呢 我通常都是把它拿來當作就是 一些痘疤或是小瑕疵的遮瑕 我覺得也是蠻好用的 那這一款我還蠻推薦給大家去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它CP值真的非常好 最後一個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卸妝水 那其實這個是貝德瑪的卸妝水 因為當時呢 我拿到卸妝水的時候太開心 一不小心就把它刷到地上 然後瓶子就爆了 我就把它分裝到這個瓶子裡面來 但其實我在使用卸妝水之前啊 我都是習慣使用卸妝油 完全不會想要使用卸妝水 因為我覺得太麻煩了 而且又怕卸不乾淨 但是自從我follow就是一位皮膚科醫生 就是成品醫生 他們那個粉絲團之後 我就有去看他講一些什麼痘痘肌 粉絲肌的事情 我就決定說那我把它換成卸妝水 試試看好了 我個人不是粉絲非常多 或痘痘非常多的人啊 但是我就想說試試看 但使用了一陣子之後我覺得 我的粉絲真的有長得比較慢 而且比較少 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感受 然後我就覺得 嗯 使用卸妝水好像真的是對皮膚比較好 就和我的朋友呢 就是從國外再幫我帶回來 因為國外帶回來真的比較便宜 兩大罐才六百塊 就是跟台灣比的話 然後換了卸妝水之後 我也都沒有再用 洗面乳了 因為其實卸完的時候 臉是非常乾淨的 我用清水潑一潑 那我建議大家 假如說你是那種粉絲肌啊 痘痘肌的話 就不要再用卸妝油了 就可以改成比較清爽的卸妝水 然後也可以建議大家去follow 應該是輕鬆美膚的粉絲團吧 就是對皮膚應該會有蠻大的幫助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個影片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